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7月31日最新消息 也就是美国的副总统贺锦丽 英文是哈里斯 将在8月份访问新加坡和越南 这是奥斯丁铺垫的 因为奥斯丁在本周对新加坡、越南和菲律宾进行了访问 是第一位出访东南亚的拜登政府的歌员 你想国防部长这可不是一般的位置了 尤其在现在和平年代即将结束 战争年代即将开始这样一个大变局的时代 尤其重要 所以越南的国家主席叫阮春傅 29号在河内会晤来访的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 他首先宣布了哈里斯将到访的消息 你想这个贺锦丽可不是一般的人物啊 我看有很多人对贺锦丽有负面的评价啊 据我观察这个女人就非同一般 她非常幸运地成为了哈 这个美国的第一位啊 这个首位女性副总统 而且是第一位这个亚非裔的副总统啊 而且她本身又是个检察官出身啊 这个女人是个女人是个女强人啊 了不得啊 你想她马上要访问这个新加坡和越南 尤其是越南啊 这个很简单 就是这个意义深远啊 这个最后我会讲啊 那么这篇文章是这个消息 首先是由法国公布的啊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现在办得越来越好了 美国副总统高级顾问 兼首席发展人桑德斯 发言人桑德斯说的啊 周一在一项声明中说 哈利斯将与两国啊 政府就共同关系的问题进行接触 包括地区安全 全球应对新冠疫情 气候变化 和我们推动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共同努力啊 他去的主题已经公布了 你看美国多么透亮 多么透明信息啊 地区安全什么意思 就和中国的关系了 是不是 那么全球应对疫情呢 也是中国搞的 是吧 人类并不共同体啊 这个蔓延全世界 四月全世界 气候变化 碳达峰 碳综合啊 这这个情况 国际规则呢 以前美国是老大呀 现在中国要挑战 这个秩序受到了 颠覆了 还没有颠覆 受到了这个影响了 现在谈这个事 继续来探讨老大的问题 是不是啊 桑德斯称 即将展开的访问 延续这样的努力 加深我们与东南亚的接触 你看拜登 这个外界都穿入 拜登 说身体啊 太弱了 甚至这个共和党指责他 弱智啊 又是老年痴呆症的 随便你怎么讲 但我认为拜登干的还是不错的 他主要是什么 这个依靠团队的合力啊 集思广义啊 大家的智慧 这个了不起 所以说 绝对是老官场游子啊 玩的比川普更有力量 更高啊 川普是个人魅力啊 个人魅力不行啊 你得靠这么大 治理这么大一个国家 在国际舞台上 长袖善舞 你没有点魔力 也没有点团队精神 你根本干不了 所以 这个是我想起 前年啊 在这个华盛顿 见到这个魏京生 我当时就问魏京生 因为他有志愿 将来在中国 做这个领导人嘛 他而且他还有信心 我问他 我说如果你做的话 你怎么领导 他团队领导吧 靠团队 我觉得他这个讲的是对的 靠团队啊 就拜登特别注意 或许就因为他的身体 这个 这个比较衰弱啊 精力不及 反倒更 更发挥大家的作用 你看这奥斯汀 和布林肯 那个谢尔曼 这三个人 就玩的多高 你看 到谢尔曼 到中国天津 对不对 对不对 布林肯 是不是啊 到印度 你看人家 这个奥斯汀 到越南 新加坡 你看人家 不断地把自己 这个 形成合力啊 这个面积扩大呀 啊 就遍及全球啊 威衰堵截中共 这个来的凶猛 觉得厉害啊 那么这个贺锦丽 如果成型的话 这是新的引论啊 这个女的强势的 美国的副总统啊 简单的讲 假如这有一天 假如 这个 有个 有意外的话 还有个三长两短 这个拜登的体力不行了 退下来了 那赫锦丽上去 我认为 对中共的 这个制裁会更猛 为什么这样讲 你看 就她的 她的这个赫锦丽三子的来源 你就可以可以看出哈 就根据 维基百科的介绍说是 为什么叫贺锦丽 就是因为在2003年 她参选旧金山县 地方检察长的时候 她交了一个闺蜜 这个闺蜜是旧金山政府 妇女委员叫苏丽 苏荣丽 苏荣丽的父亲叫 朱熙 苏 苏 苏西芬 她的父亲 给她取这么个名 因为她闺蜜自己 毕竟是女人 女人嘛 对不对 虽然她是 强势女人 有点男性化 个性突出 但是她还是喜欢 找一个闺蜜 整天倒倒倒倒倒 是吧 聊聊天什么东西 说两个人关系超好 经常到她家去 她爸爸就给她 起了这么一个名 而这两个人 恰恰是台湾人 你想 台湾人这么讲 百分之九十九 很共产党 是吧 她就 这个苏 苏永利的家庭 这个苏西芬去介绍 更很共产党 你说到那时候 那时候就影响了 这个 贺锦丽了 说是 她就起了 这个贺锦丽的名字 开了一个仙河 什么仙河 旧金山地方民选官员 非华裔候选人 起中文名字的仙河 她起的目的就是 为了笼络这些 华裔 华裔在海外 影响越来越大了 你必须承认 随着中国国力的提升 共产党赚了很多钱 不差钱 买房子买地 买到全世界 尤其是美国 所以在华人社区里面 影响很大 她为了笼络这些人 她就通过她的爸爸这个名字 就认同了这个名字 而且名字确实起得比较好 那么刚开始 卡玛拉哈里斯 不喜欢这个利 这个字 美利的利 但是这个苏西芬 和这个苏荣立 给他解释 说是这个 这个以智慧 而不是外貌取胜 但苏荣立 解释 兼顾着利 一直财貌送全 来的这个就像那个直锦 或者锦段一样灿烂的 所以这个贺锦丽 一听大一下大乐 蹦高乐 就同意有这个名字 贺锦丽 说从此以后 她的名字 在华人社区里 对她这个争取 华人的选票 受益 所以这个 这个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尤其是她在处理 中国的问题上 假如她访问中国 贺锦丽来了 那老同国老百姓 绝对是另眼相看的 问题现在两个国家 关系非常紧张 所以将来 如果她上来 我认为 对中共的制裁 一党专政制裁 会更加严厉 并不像外界期待那样 会和中国共对 恐怕不会是那么回事的 不要用中国的思维 来看这个问题 台湾同样是 这个中华民族的血脉 是吧 你想台湾这两个人 妇女两个人 给她起这个名字 我以为意义甚远 所以这个哈里斯 这次这个出访 意义的重大 那么根据这篇文章讲 哈里斯实将成为 自越战结束后 第一位访问越南的 美国副总统 我们知道 中美的关系 这里面有个很诡异的问题 当年邓奥兵为什么打越南 那为了讨好美国 是不是 这个不要遮掩这个事 那么说是 林登约翰森和 这个越海逊和这个 尼克松在担任副总统期间 分别在1962年和1956年 放网络人当时越南南越首都西贡 他讲到历史上 这个越南和美国之间的关系 此前奥斯丁应越南国防部长 潘文江 在28号和29号的越南进行了正式访问 据越同社报道 两国防长在29号的会谈上高度评价 近期越美防务合作取得成功 认为双方在克服战后一律问后果 解决非传统安全 援助越南参加联合国维和部队 提高海上制法能力等领域的合作 有效和切实 符合与郑城县良好发展势头的全面伙伴关系 就是说过去是敌人 现在成为朋友了 而且还挽起手来成为伙伴了 开始对付总共了 你想 国和国之间关系 也就是这么复杂 此一时彼此一夜 就像朋友交往的时候 以前是好朋友 好时候翻脸的 整的一死我活的 这个很不好 一般我这个特点好 我再怎么和朋友 比如说不像以前那么密切 但是绝对不接朋友老底 不搞这些套地狗这些事 但是国和国之间可不是这样 情况很复杂 那么这篇文章介绍 说是此前 这个OCD部访问了 他们解决了很多问题 现在 双方变成了伙伴关系 开始对付中共了 直此机制 奥斯丁通知向越南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做提供医疗设备的援助 这个东西 就是越南是小国 小国和大国交往 大国来给钱 就这个意思 钱这些不是最重要的 是疫苗 中共搞出了毛 来影响世界经济 想搞疫苗 也叫绑架别人 美国搞出了最好的盾 现在把盾提供给他了 盾就是疫苗 是吧 你看惠瑞 莫德纳质量多好 中国的疫苗 根本不是一个档次 我本人打了两剂 这个 惠瑞 你看现在 精力特别旺盛了 你这个也没受到感染吧 是吧 说明是有效的 那么这篇文章讲 报道称 两位房长一直同意 按照2011年签署的 促进防务合作备忘录 和2015年签署的 越美防务关系 联合愿景声明中 各项内容继续促进合作 其中优先克服战后 一流后果 提高海上执法能力 疫情防疫中的军医合作 培训合作 了解各自在国防工业合作中的 能力和需求等 因为这个海上执法能力是什么意思 他有南海 他也也是感兴趣 对不对 这个意思 那么这个奥斯汀 一直同意 其中促进 这个双边和机场 敌要心污染清除项目 实施进度 和在越南的其他人道主义项目 促进疫情防空中的军医合作 和对越南的海上执法能力的援助计划 因为打了场越战以后 一流问题非常多 这些问题战争的创伤 尤其是心底的创伤 那将来 肯定不知道要延续多少年 所以这篇报道讲说 每月防长在会议上 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 特别是直接影响地区的传统安全 和非传统安全挑战 交换一件 强调 东盟在促进 东盟防长扩大会议框架内的合作 保持地区乃至四环节 和和平和稳定 这环境中的核心作用 总之就是全面合作了 过去是敌人 现在成为好哥们了 好哥们我家里有好的一面也给你 但是有一项 你得有一个条件 过去打你的中共 你这次要救后 救恨新仇涌上心来 就和印度一样 你想又一个代理人 战争有可能发生了 所以这事很严峻 此外 双方阐述了对 尊重沿海国家的合法权益 本着国际法和 1982年 联合国海洋公约和规定 和平解决各争端 维护各海域的和平稳定 和平环境 航行和飞越安全 和自由等重要性的观点 这里讲的就是 在这个国际法这个框架当中 有一个文本 就联合国 这个海洋公约 在这个问题上 要合别解决争端 这都为下一步 他和中国在南海 角力 给他铺垫 不要开小锅 小锅 使小竹子 过来喝 那就厉害了 可以降一局 对不对 就像下棋一样 所以在对越 访问期间 奥斯汀会见了 阮春傅和总理 这个叫范明正 就奥斯汀访问 东南亚子旅 美国国防部发言人 约翰·科比 周四说 在世界的这个地区 中国继续 在这个空间 非常的咄咄逼人 因此 部长去那里 访问是很重要 这时候意思 他将来肯定要 美国要鼓动越南 在这个中越边境 给你搞事 是不是 你想 印度边境出事了 中越边境再出事了 你就想一想 这是一个什么的态势 所以 西平政权 就靠着一百来万军队 能应对这么多的国家的挑战 别催灵 本人认为西平政权 很快就垮掉了 今天的海外西餐节目 到此结束 非常感谢广大网友的收看 谢谢 再见 再见 谢谢大家